六月大行情来了 快跟着我一起赚 show time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千涵 节目开始前 想先请大家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我们有超多专家 为大家提供最全方位的资讯 赶快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吧 那我们回到今天的大盘 大涨了297点 收复了月线 是不是代表台股即将触底回稳了呢 那六月的行情又该怎么观察 马上就请林志荣分析师来解答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志荣 那五月要结束了 即将进入六月 不知道大家对五月绩效还满不满意 那我们那么说六月这边的行情会非常大 大家一定要跟上我们的节奏 那上一集节目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提醒 你要把握这个类反弹 把握人道走廊开放时间 因为很多个股这边 不一定会跟上大盘的反弹 必须找寻什么 找寻这边营收成长向上的股 它才有机会跟上反弹 不然的话 这边反弹上 很有可能又继续往下破底 所以五月节奏 我们就是在跟大家提醒 你要把握换股的原则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 这加权指数 这边反弹上又是往下破底 反弹上又往下破底 其实它就是在走一个什么 走一个盘整的形态 所以盘整的形态是看个别股表现 我们在上一集节目 特别跟大家提醒 你只要紧盯着什么 15850这个点位 只要15850点位没有跌破的话 反弹会持续 所以很多人看到这大涨 并想说马上要一个转折 看到大跌又一个转折 其实这边你都可以把它放在旁边 因为限制段就是走一个盘整 那先前我们曾经跟大家报告过 盘整会修正乖利率 不好意思 应该说乖利率有两个方式来去做个修正 第一个是反弹大涨 第二个是用盘整 那现阶段来看的话 是用盘整的方式来去修正这个乖利 那至于往营收成长贡献的个股去找寻 到底要往哪边去找寻呢 其实你可以从资金流入的个股来去做 来去做一个布局 那其实我们在群组 每个礼拜天晚上都会帮大家更新什么 上周资金有流入的个股 那大家可以跟着这份表格去做布局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交互中个Light跟Telcoin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其中有一档是1560的中砂 那1560的中砂 如果你在礼拜天晚上有看到这一档 那这一半要跟上我们的布局的话 其实这一座表现是怎样 打败大盘 1560中砂这边是涨了20% 那相对大盘还在这边 但是我们的个股已经创新高 所以请大家记得一个重点 六月大行情还是要往哪边去找寻 往有实质营收贡献的个股 那其实这边我们帮大家追踪一下 其实这一波行情 我们帮大家完整避开这2000点下跌的一个风险 我们不但帮大家避开这一段 还帮大家掌握到各个机会 包括什么4月9号经济衰退 或是什么4月16省跌落凡间 这电子股的评价会跟着向下去做个修正 再看到这联主会弯得过去是拓海 如果弯不过去的话 全球股市会跟着天海 所以这边我们在四五月的时候 一再跟大家提醒 现阶段行情是有点点风险的 你要做好你的部位控管 包括什么 这个新台币汇率是呈现一个 而一个大幅贬值的现象 大幅贬值资金外流 所以美国爸爸还在收割什么 收割新兴市场的韭菜们 再看到这多头轴廊 多头表示 人道轴廊开放时间是太短暂 因为反弹只有一天而已 那反弹只有一天 其实反弹上来都是让大家去做一个减码用的 再我们可以看到大涨200点 空军表示没有人权 那这代表什么样的含义 其实行情已经有开始要呈现一个落叠现象 我们在五月十一号的时候 有特别跟大家提醒 钱已经开始跑到电子股了 所以请大家 请大家一定要加入这种一个群组 然后财经集中也要按时收看 这样子你才可以跟上大盘轮动的一个节奏 所以现前段来看的话 盘整依然会持续 因为区间还没有改变 区间是在15800到16300 这个区间来回做一个增长 在500点区间 你就是看个别股表现 那下礼拜会非常重要 因为下礼拜过后 月线扣理只能会扣理在相对低档位置 当扣理在相对低的位置之后 月线会开始走平近的时候 开始往上做翻扬 那如果可以站稳月线的话 这边月线反应会变成一个强而有力的支撑 那届时就会往什么 往二分之一反弹去做靠近 所以如果可以站稳三分之一反弹的话 我们可以放大部位 那三分之一反弹 大概一万六千两百点到一万六千三百点 刚好是这一波的区间上远 所以如果可以站上我们适度放大部位 他有机会往二分之一反弹做靠近 那这边你就要特别留意了 因为往二分之一反弹靠近的话 他这边会稍微等待什么 等待基本面有没有机会跟上 那如果企业的获利没有被通膨吃掉太多的话 这边反弹行情有机会转为回升行情 所以我们才一再跟大家提到 优越行情非常大 那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 那我们可以看到DEX德国指数 其实他已经重新站回季线了 那斯大这边也开始逐出一个底部了 所以整个全球股市来看的话 目前都有打出一个短底的味道 所以请大家要特别留意下周的一个发展 那至于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新台币会移走势 其实他也是开始呈现一个升值态势 且已经有开始回头了一个现象 所以请大家正在好好解释一下 有哪些基本面的个股值得我们去做布局 那至于说提拆股没有营收个股 我们认为说你就要稍微做避开一下 因为他很容易被打回原型 那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中沙之外 我认为下一半你也可以往洪家军去做个留意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近期除了洪海之外 其实真顶也好或是以胜KY也好 其实资金有集中流入洪家军 那我们那么说是为了电动车这个题材来的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留下下礼拜洪家军有没有机会 或是你一定要加入我的群组 因为我们每个礼拜天晚上都会帮大家更新 上周资金有流入的个股 那这些资金有流入的个股 很有机会会是下周的标股 所以中沙第二请大家一定要加入我的群组 好好把握 以上谢谢 谢谢我们各的分析 想要交更多财经的最新消息 也要持续锁定老师的LINE和Telegram哦 财经即时通我们下次见 拜拜